假设战争再拖几个月 我们知道那个古物种植 是在2月3月4月要播种的嘛 那你如果时间过去 你拖到5月6月人回来了 这个粮食时间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 这个乌克兰的粮食供应 因为战争让它没有办法 去种植等等 所以今年很可能 乌克兰的这些粮食生产 大概就整个泡汤了 即使你的战争到5月6月结束 也没有用 所以很可能这个粮食价格 上涨的这个因素 在今年之内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今年很可能 全年的粮食价格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种粮食短缺导致的 因为上海是全大陆最大的 汽车制造基地 那它生产汽车 它需要非常多的关键零组件 很多是跟电子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这些有些从欧洲过来的 可能有些从台湾或是 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都不容易进去 所以他们现在发现 上海的汽车制造的零组件的供应 上面看起来有蛮大的问题 我看到有几个分析说 他们的存货大概到了5月多 如果东西还没有办法解封的话 那存货不够的时候 它是整个产能就要萎缩了 所以到时候如果上海还持续 这么严格的封锁的话 如果到了5月多 甚至5月中下旬的时候 可能这些汽车领组件 汽车可能都要停产 我们政府有调查台湾的上市公司 到大陆投资的上市公司 在上海还有昆山 还有苏州附近 大概有一百六十几家是停工的 那现在看起来他们想要让他 可能有一部分就像像友达 一些比较重要的 可能要让他复工 那复工他要把他的工人叫回来 那在执行上可能又会碰到一些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都要处理 而且还不只是上海本身 因为还有东西要出去 所以还有物流的问题 他们高速公路也管制得很厉害 所以还有整个物流的问题 所以上海问题比我们刚开始想像问题 严重很多 那这个问题就会进一步 因为攻击不够的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听到韩国说 又有新的变种的病毒出来 理论上来讲 这个病毒应该是越来越轻 那就还好 但是也很难讲 我昨天跟一个医生朋友讲 他说这种事情你没有把握 说不定哪一天又突然间 又爆一个大魔王出来 说不定又会起来 所以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要小心谨慎 口罩要戴好这些东西 好 那我现在就说 可能案例会一直做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没事就没事 有事会恶化得很快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重了 但是很轻微那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一下子变重的话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知道你一下子变重或干嘛 这些应该要有一套 很标准的流程让大家 我觉得 這是一個高價值的價值,我們從40年以來都沒有 它會增加了賣力,這也會顯示在財產的期望 我們曾經在2003年代表達了一個價值的價值 老師,那我看您在最近的文章當中有寫到說 這個國際通膨的狀況,尤其是德國 它在3月的CPI已經超過了7% 就是7.3% 等於是說美國是1、2、3月其實都已經超過7% 然後德國是全世界主要的經濟體當中也是超過7% 所以代表這個全球通膨它已經到了非常嚴重 甚至是失控的邊緣 除了原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以為說這個通膨能夠趨緩 就沒想到後來又有二五戰爭 然後中國大陸疫情又爆發 所以這種種的因素加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有很大的危機就在眼前呢 應該是 美國3月份已經破8了 德國會到7.3% 其實我對德國到7.3%是非常訝異 因為德國在過去2、30年來的物價是控制的非常穩定 其實美國也還好 但是美國偶爾你會看到4.5% 德國是很少看到這樣 結果美國到了8% 德國到了7% 這個幾乎都是2、30年來還沒有見到的情況 那之所以會這些原來物價很穩定的國家 現在出現這種很劇烈的通膨膨脹 其實理由是很簡單 就是因為國際原物料的價格整個在上漲 所以這些國家大概受到原物料價格上漲 就會受到衝擊 那德國是很特別是因為它的能源的問題 沒有核能嘛 它的核能都跟這個法國買 那它還需要進口很多的天然氣 還有這些石油這些 很多都跟俄羅斯嘛 那現在還有一部分 決定減少對俄羅斯的購買 要到全世界上去買 那整個國際用物料價格再起來 所以這個德國的這個通膨就跟著起來 所以這個狀況 我感覺德國下來歐盟的其他國家 大概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歐盟整個歐盟的通膨膨脹大概也會跟著起來 The growth outlook for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revised downward by 1.1 percentage points due to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war making it the second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he overall downward revision The war adds to the series of supply shocks that have struck the glob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like seismic waves its effect will propagate far and wide through commodity markets, trade and financial linkages Russia is a major supplier of oil, gas and metals and together with Ukraine of wheat and corn reduced supplies of these commodities have driven their prices up sharply 所以這一波的全球的通膨的情況 大概比我們想像中要來得更猛 拖的時間可能會變得更長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預期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是因為烏俄戰爭 它牽扯了所謂的能源跟糧食 所以會造成這兩方面的價格大漲 那從這兩方面以為說烏俄戰爭很快就結束 可是看起來還會繼續往下拖的情況 能源跟糧食之後還會擴散到其他層面嗎 對 現在一開始是能源 因為俄羅斯出口非常多的這些天然氣 還有那現在 因為大家都要封鎖它 不用它的 那你要跟全世界買 但是短期內不可能這麼快 所以很快這個能源就起來 好那另外一個是糧食的問題 其實烏克蘭是一個 國土面積其實很大 它在台灣的三十幾倍 是很大 它生產非常多的糧食 那現在因為戰爭糧食出口不了 現在讓大家更緊張的是說 本來以為戰爭很快打完了 打完了以後 雖然有一些損失 但是至少人可以回來 可以開始 那現在時間一直拖 那好幾百萬的烏克蘭人 離鄉出去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假設戰爭再拖幾個月 我們知道那個 古物種植是在2月3月4月 要播種的 那你如果時間過去 你拖到5月6月人回來了 這個糧食時間已經過去了 所以現在大家很擔心 這個烏克蘭的糧食供應 因為戰爭讓它沒有辦法 去種植等等 所以今年很可能 還有烏克蘭的這些糧食生產 大概就整個泡湯了 即使你的戰爭到5月6月結束 也沒有用 所以很可能這個糧食價格 上漲的這個因素 在今年之內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如果說戰爭在5月6月結束了 說不定他們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解除了 那說不定能源的價格有機會跌下來 但是糧食的價格 看起來好像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 Ukraine是一堆的,一堆的,一堆的,最多了解決了 一堆的牛肉 大小排的財產 還有一堆的辣物 還有一堆不同的財產 記住,財產的一堆的,一堆的,一堆的 財產 但在三堆的國際上,這可能會令到 暴力的嚴重,一堆的情況 所以我比較在那些國際上 所以今年很可能全年的糧食價格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種糧食短缺導致的糧食價格上漲 用物料價格上漲的問題 看起來可能會拖得比較久 那這個糧食價格上漲也會影響到台灣 當然它這是全世界的 小麥這些 黃小玉大概都會 這個糧食是很特別 雖然說烏克蘭的糧食的產量很多 但它在全世界來比 它那個比例還是有限 可是問題是糧食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大家吃東西的習慣是很固定的 就我每天吃一碗飯就吃一碗飯 所以糧食的需求 我們講就是沒有什麼彈性的 我就是要這麼多 我們就是要吃100公斤 結果現在只有95公斤的米可以買 那大家要吃就會多花錢 所以糧食的供給跟需求 都是很沒有彈性的 所以需求在那裡 那供給不足 這個價格就會起來 而且再何況現在 大家慢慢要解封了嘛 所以經濟活動要增加 所以這些需求會跟著增加 但是供給是減少的 所以這個糧食的價格 我覺得在今年看起來 大概都不會低啦 這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所以我們外食費會再增加 因為外食費 因為我每次都一直講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大家最關心也就是外食費 在台灣現在看起來我們也是 我們受到影響 第一個就是能源的價格 第二個就是食品的價格 現在看起來這些都在漲 那台灣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還有蛋的問題嘛 對不對 蛋的問題 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這個價格都一直下不來 中間很重要的是因為飼料 那飼料又跟種的這個玉米 有些玉米是吃 有些玉米當飼料 那這些農產品的價格 如果不掉下來 飼料價格還在持續上漲的話 那這些後面的雞肉的價格 雞蛋的價格 大概都很難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台灣現在漲的 通膨裡面漲的最多的 就是能源跟糧食的價格 所以外食的價格 我覺得應該不容易掉下來了 那烏二戰爭有沒有說 再繼續打多久 它可能就是一個 全球危機的轉折點 它可能就會往更壞的方向發展 這戰爭是超級貪圖的 一個三-dimensional危機 食物,營業和財產 那些人最貪圖的 人們最貪圖的 國家和經濟 這回到時 發展開發展 现在看起来最关键就是这两个东西 好 那我刚刚讲 就是说粮食它有种植的时间嘛 如果这个时间一拖过去的话 大概问题就蛮大 那现在看起来已经到了四月多 如果再拖到五月多去的话 我不知道那个回来的机会怎么样 那这个时间一拖下去的话 这个这些原物料的价格就不容易跌下来 那我们知道过去这一两年的铜膨 最主要就是因为过去原物料价格 都涨了十几个percent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不太容易回去 能源有机会但是粮食我觉得不太容易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惊周报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对啊 因为现在乌二战争已经打超过两个月了 如果它再延两个月 所以就会造成就是粮食已经来不及中了 然后能源又持续的这么高 然后原物料又在不断的返北章 所以等于是今年全球的通膨状况其实会非常的不好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家的经济开始解封了嘛 现在不只是美国欧盟 我现在看起来日本啊 韩国啊 新加坡大概都准备要解封了 韩国에서 그동안에는 코로나도 심각하고 해서 여행 갈 업로드 못 냈고 이제 비행으로 갔을 때도 호텔 밖에 나가기도 어려웠는데 이제는 한국의 격리가 풀리니까 더 부담감이 줄어서 가서 친구들도 오랜만에 보고 여유롭게 여행도 즐기고 오려고 합니다 我认识的车子 我认识的车子和车子的车子 이후로는 정말 많은 기능입니다 그리고 이후로는 더 중요한 것이죠 이후로는 정말 많은 사람들이 이후로도 더 유명해지기 바랍니다 그후로는 더 중요한 것이죠 이후로는 벌써 6시 7시에서 발생한 회사와 이후로는 더 중요한 것이죠 그리고 그후로는 더 중요한 것이죠 그리고 지금 현재 이후로는 더 중요한 것이죠 所以需求会很快的起来 那攻击又不够 所以这个就会起来 那再加上原本的货币攻击量增加很多嘛 所以这样船高所以就起来 那现在看起来大家能动的 无二战争以外大概就是货币的控制 就是在需求面希望能够控制 控制一部分 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攻击上不来 所以攻击不够 那需求又一直起来的话 那这个通膨就不容易下去 所以今年有可能引发全球的金融 或经济上的危机吗 我觉得金融危机大概还不会 我觉得最麻烦还是通膨 因为通膨一直起来以后 你的购买力会相对不够嘛 东西变贵了 尤其像美国就涨到8% 9% 那台湾虽然只有3% 但是我们的薪资成长只有1% 所以你的购买力不够 那物价变贵了 所以大家就会少买 少买的话那你的产出不足 所以你的经济成长率就会被抑制住 所以这个是一个麻烦 本来是大家想说需求增加了 那我可以多生产 我的GDP可以起来得更快 但是现在看起来 如果因为通膨导致你攻击的不够 如果可能不只是原物料 到后面如果还有生产用的零组件 如果也受到一些限制 像上海这个问题 等一下可以谈 如果也送到限制的话 那这个价格会整个起来 所以今年的GDP 全球的GDP 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 要稍微下修一点 我觉得甚至台湾 这GDP可不可以到4 可能就是能不能保4 大概都还需要再考虑 对 因为我看G2 然后或者是ECB 全部都已经开始下调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 是 是 是 因为你这个通膨太严重的时候 那大家的购买力一定会受到损害 那购买力减少这个就会 而且通膨时间长的话 尤其像美国 他的员工就会要求说 我要调薪 对 因为通膨 我要跟着调薪 那调薪的话会进一步推升厂商的成本 所以厂商愿不愿意再多更多的生产 这个都会对经济产生伤害 所以通膨太严重的时候 GDP就很自然的会受到影响 对 老师 像我们看到现在乌俄战争 然后美国通膨已经这么严重 结果现在又加上中国大陆 其实它对于全球的经济 非常的关键 对 结果它现在疫情扩散的严重 尤其是上海 所以上海的部分它对于就是所谓的供应链 或者是塞港 然后造成供给面的通货膨胀 是不是会更严重 对 这是另外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 因为本来想到说大陆有疫情起来 这是可以预期的 结果没想到上海 先是深圳那边有一点 然后现在整个到上海以后 这问题就突然间发现变严重 上海对所有的风控管控和防范区域内人员 进行全员核酸筛查 没有感想象上海居然在我眼中是这样子 当时想到上海肯定是很繁华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一下高铁的时候 空无一人的街道那种滋味并不好受 心里非常的难过 说真的 而且刚开始上海的例子不是那么多 但是上海就整个就把它封掉了 非常一点 结果现在慢慢就看到后遗症 因为上海是全大陆最大的一个港口 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所以它的出口量是很多的 结果现在出口商品受到影响 那国际的供应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等于是说上海在塞港 所以全球塞港的情况下变得更严重 所以上海出去的东西 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国际的价格当然会受到影响 现在看起来不止这样 因为上海东西不是只有出去而已 还有很多东西的进来 那它进来有很多东西是原物料 尤其是很多的零组件 关键的零组件 那最近大家看到的是汽车 因为上海是全大陆最大的 汽车制造基地 那它生产汽车它需要非常多的 关键零组件 很多是跟电子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这些有些从欧洲过来的 可能有些从台湾或是 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都不容易进去 所以他们现在发现 上海的汽车制造的零组件的供应 上面看起来有蛮大的问题 我看到有几个分析说 他们的存货大概到了五月多 如果东西还没有办法解封的话 那存货不够的时候 它是整个产能交萎缩了 而且因为上海进来的零组件 不只是供上海用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汽车制造基地 是在长春 东北的长春 那里也受到影响 还有武汉 所以这几个地方现在都有一点担心 他们库存的这些零组件不够 所以到时候如果上海还持续 这么严格的封锁的话 如果到了五月多 甚至五月中下旬的时候 可能这些汽车零组件 汽车可能都要停产 大陆一年消费的汽车是超过3000万辆 他们自己生产的至少 2500万辆 那大家知道汽车是一个龙头产业 它汽车生产的时候需要轮胎 需要玻璃 需要钢铁 需要电子零组件 所以这个汽车 龙头产业如果一受到影响的话 那其实整个出去 那个影响很大 本来他们那时候估计 上海出状况的话 可能会让大陆的GDP掉0.5到1% 那大陆本来预估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有5.5%左右 所以如果你掉了0.5到1%的话 可能它保护就会有问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上海这么严格的管控的时间 又比大家预期 因为最近还在冒嘛 所以比大家预期时间还要再拉长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GDP影响 如果真的汽车业受到影响的话 可能就不止0.5到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看到一个 比较紧张的状况 所以这几天也听到 他们有在讲 上海考虑让某一部分产业 先开始复工 因为他们受不了 可是呢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假设说我现在是 特斯拉上海厂 对不对特斯拉现在受到影响 他要求我一定要先复工 好那大陆同意了 那他们就说我现在要到 要去把我的工人叫出来 从他家里面叫出来 但是那个小区管得很严 他不放你出来 所以这个现在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说因为工人被限制住 不能出来 就是缺工的问题 那就看大陆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一定要在 所谓的清零跟经济中间 要取得一个平衡 你现在是百分之百的要清零 那你就要付出非常大的经济代价 那大陆可不可以承受得了 还是说你要像台湾一样 慢慢要不要跟病毒共存 我觉得大陆其实应该要稍微考虑一点 这个绝对的清零 是很不容易的 那付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都是守法公民 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我们也愿意为国家做点事情 但是你不能一边让我们连聚集都不能 我们苏不出户 我们是做到了 重复多次的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般都要有三到五次的检测 才能最后锁定这个病原菌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 说让它清零呢 因为其实看现在的各国 好像几乎很少有国家 这么坚持清零的政策 很多都已经放了嘛 那台湾也是一直坚持清零啊 但是现在发现你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都疯了嘛 像新加坡口罩都可以不用戴啦 你可以选择戴 但是你不戴它也不会怎样 韩国大概也要采取这种 大家都要跟病毒共存了嘛 因为发现这个死亡率 毕竟还是那么低嘛 那你为了这么低的中正中 你还是这么严格 那你付出的经济代价是不是太高 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些 成本跟效益中间的问题嘛 那我觉得大陆其实也是应该要考虑 不过当然大陆的状况还是不一样 因为像我们两千万人 那我们现在说要共存的话 陈时中讲嘛 台湾大概三四百万人得到的话 大概我们就可以跟病毒共存了 因为根据韩国还有美国的比例 我们大概三十百万四五百万 但是大陆是十四亿人口 你如果要这样的放下去的话 那是好几亿人 那好几亿人里面 只要有个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的重症 那还是不得了 所以他们要放的话 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困扰 因为你人底数一多 你的中重症人数就高了嘛 那你可不可以吃得下来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陆的挑战 其实会比台湾还要打更多 中转站的情况是混乱无人管理 然后条件差特别脏 我当天晚上从家里出来之后 到达那边之后是需要自己找折点床 然后包括睡觉的被子什么的 没有人提供 我问一个大叔 我说你的被子是从哪里来的 大叔跟我说 让我去其他房间里面找上一批 已经被转运走的人睡过的被子 他说你看一下哪些被子是比较干净的 只能这样子也没有办法 没有人管我们 因为我想说他的土地幅源这么大 也不可能说就是政府能够照顾到每一个角落 他们的这个实在是 可是大陆的管控还是很厉害 你看他上海深圳两三千万人 他就一次PCR就全部把你坐过去了 所以他们还是很厉害 所以他们那个管制的量能 其实是很厉害的 我相信他们要清零的话是做得到 那问题就是值得吗 为了清零你的经济成长率从五个percent 假设说掉到三个percent或两个percent 你值得吗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考虑 然后你跟国际之间的接轨 你怎么办 好人员建筑的往来 你要不要跟国际接轨 因为全世界都还要持续往来 台湾就是这样 那你大陆现在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大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他如果坚持清零 就会产生像上海这种问题 那造成的不只是他国内的经济 全球的经济都要跟着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 我承受的话 你怎么说呢 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肯定是很早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了 但是这个现在情况又会让我觉得 我又好像没有选择 对 如果我想要离开的话 那基本的连小区门都出不了 他没有给我的选择的选择 但是我在想说他们的政府会不会考量到的是 万一他们真的像就是世界很多国家开放 然后那个确诊数突然就增加了非常多 绝对不会是像他们一次可能就几十万 全国的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时候 他们有办法承受那样子的民意的反复 这个就是大问题 你想想看假设说 我们像陈时中讲说三百万人 那你一天一万人 你要三百天这受不了啊 对不对 你可能一天要搞个十万人 那就三十天你就过去了吗 对不对 那十万人重镇如果千分之一 那十万人也好几百个人 那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几百万人 大陆那边是几千万几亿人 所以他们要仔细考虑一下 那个要怎么放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它也许可以区域性 也许上海部分 然后再来广东部分 这都是上亿人口嘛 或者四川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要怎么处理 这个会是一个想起来就很可怕 对不对 但是你还是有经济的问题啊 你现在把整个疯了 其实那富士很大 他们有很多老人家 只有一个人住的 他吃的东西啊 用的东西 现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或者他的近期想要去去帮助他 现在都不行啊 所以那个后面的那个社会成本 是很高很高的 对啊 所以你不知道我觉得很难处理 上汽集团发布了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4月18号将开始启动 复工复产压力测试 因为我看他们现在就是有 有很多的工厂 尤其像之前说什么友达啦 这些都要开始 让他们就是小幅度的开始 是 可是复工就像老师说 就会遇到很多他们 这些工人出不来的问题 因为你的政策 就是你要你的政策 还是讲说要清零 但是你那边要放 所以人就出不来 就会有这个矛盾 有消息说我们政府有调查 台湾的上市公司 到大陆投资的上市归宾公司 在上海还有昆山 还有苏州附近 大概有一百六十几家 是停工的 那现在看起来他们想要让他 可能有一部分就像友达 一些比较重要的 可能要让他复工 那复工他要把他的工人叫回来 在执行上 可能又会碰到一些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都要处理 那我个人觉得 会跟他的那个清零政策中间 有一些矛盾 所以上海的问题我觉得还 不会那么快的解决 而且还不只是上海本身 因为还有东西要出去 所以还有物流的问题 他们高速公路也管制的很厉害 所以还有整个物流的问题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 解卡跟板车运输呢 就受公路的一部分能力限制 所以就我们来替补一些 这个能力 来解决他们的人民之间 所以上海问题 比我们刚开始想象的问题 严重很多了 那这个问题就会进一步 因为供给不够的问题嘛 那出去的东西也不够 会不会因为大陆是全世界 最大的制造工厂 如果这些东西都受到限制 那么价格会不会可能 进一步的被推升 这个都是我们后续要观察的 那台湾有哪些产业的直接冲击 是比较大的吗 现在看起来电子产业 我觉得应该有受到一些 会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他们有的说我可以分散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的冲击 大概会跑不掉 电子产业大概一定会受到影响 可是这样不会进一步影响到 我们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吗 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的出口 目前还不错 我们二月份的订单 三月份的订单 大概都还有十几个%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如果出口受到一点点影响 我觉得还好 我真的比较担心 在台湾来讲还是疫情 因为现在疫情看起来 到了四月底 到了一万人以上两万人以上 我觉得五月六月的消费 会跟去年一样 五月六月消费会怎么不见 所以我们现在最惨的就是内需 所以内需可能会比 本来主基数估计今年的GDP成长是4点几个% 那中间他们预估第二季第三季的消费成长 会超过5个% 我们通常标准大概是3个%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照这个疫情下去的话 大家蛮紧张的 可能消费会很快的会紧缩 至少到六月之前吧 我觉得六月大概都还报不完 那如果到了七月八月再拖下去的话 那我们国内的消费如果再掉下来 那我们GDP能不能到10就有危险 所以出口的部分我个人觉得会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好 还可以维持个10个% 8个%的成长还有可能 但是国内消费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掉下来 所以GDP能不能保释 我觉得是要看我们国内消费受到的冲击 对 因为出口的部分在去年基期已经高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往上跌上去 对 去年涨30% 出口成长30% 今年如果能够维持10% 8% 我觉得就已经不错 看起来还有机会 因为今年的订单 真的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我讲 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回来嘛 那受到大陆影响 也许我们的出口会少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好 但是主要还是国内的部门 消费的部门 旅游 观光 餐饮 这些看起来 大概 因为可以预期啦 到了五月六月 就是不知道报多久啦 但是第二季的消费 我觉得一定会受到蛮大的影响 你想想看 三四百万人 你就是一天一万也不够嘛 对不对 你要搞三百天 那大家也会受不了 所以到时候可能 像韩国他们冲到二三十万 香港也是 新加坡也是 那你冲到二三十万人的话 那说不定一个月两个月过去 把这撑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二十万人 那重症比例下来也不少啊 那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要跟病毒共存啦 所以这些爆量大概是跑不掉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政府应该开始就要先把 相关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很紧张说 好吧 清政在家里面 那你去吃普拿腾酒 现在大家在家 普拿腾现在已经买不到啦 对不对 然后那我在家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要去测试啊 对不对 家用的快筛 大家有这个量的问题 也有价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宣布从明天 明天 开始在实施这个家用快筛的使命制 那通路的地点在药局 有参与的药局 总共参与的药局有4909家 那加上58个偏乡的卫生所 所以总共有4千967个 这样的一个购买10名次的点 中午12点半左右 收到明天预备要开卖的数量 指挥中心呢 他会做每日配送 星期天是不配送的 一天是有78个人次 中卡不认人嘛 但是我们还觉得在排队的时候 还是一人一卡 所以这个我觉得政府的准备还是 就是慢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让我们会比较紧张一点的地方 因为大家现在只知道说 卫福部每次开会就是告诉我们人数 可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 就是说我已经想好了说 到了多少人的时候 那你轻正在家隔离 那我们会配药给你 是 或许大家就觉得很安心 因为总不能我确诊了 我还要跑出去买药吧 对 大家就会有这个疑问 或者说我在家里面 我确诊了我在家 那我要待几天呢 那我出去之前 我是不是要测试一下我的PCR 或者快膳没有问题 我就可以出去 对不对 那我这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对不对 那这个就算你这个准备的不太够 所以让大家会有点紧张 而且我记得去年 好像我们的税收的增加 好像有几千亿 它其实就可以拨这笔钱 然后去例如说大量的买快膳 然后每个家庭做什么样子的分配 我觉得钱都不是问题 就是负债也不是问题 大家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如果政府这个时候 多花一点钱来做这些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的 就是你准备的东西要够 那我觉得现在更紧张的是小孩子 对不对 那个舍水一下没有打的 他们到底要怎么办 这个配套 确实上没有做得很好 让大家会紧张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未来我们疫情爆发 还有很多危机的潜藏在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对我觉得一个是 现在Omicron看起来 当然它的怎么讲 就是说重症率低 所以这个大家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现在已经听到韩国说 又有新的变种的病毒出来 理论上来讲 这个病毒应该是越来越轻 那就还好 但是也很难讲 我昨天跟一个医生朋友讲 他说这种事情你没有把握 说不定哪一天又突然间 又爆一个大魔王出来 说不定又会起来 所以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要小心谨慎 口罩要戴好这些 好那我现在就说 可能案例会一直多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没事就没事 有时会恶化的很快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你重了但是很轻微 那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一下子变重的话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知道 你一下子变重或干嘛 这些应该要有一套 很标准的流程让大家 我觉得至少 这些相关的医疗用品准备够 让大家就比较放心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下半年原本预计说 六七月之后有可能进一步解封 甚至开放国境 所以在台湾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吗 我觉得要等这一波大的 先过去以后再看 就是说至少好几百万人染疫了以后 再看怎么开 对那现在看起来像新加坡 日本韩国 他们都慢慢开了嘛 所以台湾如果这一波过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开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因为我觉得像韩国他们真的是 有一步一步的步骤 4月18号先决定取消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然后很多的活动都可以正常举行 然后你只是要戴口罩 然后5月的时候 它可能更进一步怎么样 然后6月的话就是 不去限制有哪些国家可以免隔离 而是全面开放国境 就是它是有步骤的 对对对 那它已经确诊人数这么多 然后它已经有时程表 到6月是可以全面开放 那我们连它这个大规模的确诊 都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6月 我们有可能会要到年底才有可能 我觉得我不敢讲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你看新加坡跟韩国的例子来讲 就是一定要等到 有一波大流行过去以后 才会考虑到后面开放 因为我知道新加坡现在已经 口罩戴不戴就只有决定了 所以他们就基本上整个都放了 对 但是就是你要先经过 那一段痛苦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股市反应很有趣 就是明明现在已经开始这么严重了 可是从旅游 航空都涨到不行 我想说明明看起来是很难 短期能够解封 然后大家看这么遥远的趋势 航空可以我觉得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华航跟长龙的货运 其实赚了蛮多钱的 这个是可以理解 那如果结束以后解封了 旅游开始增加 所以这个航空是可以理解 但是旅游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 因为你国际边境的开放 什么时候还不知道 那现在短期内国内要爆起来 所以国内的旅游在短期内 状况一定不太看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避开一下 比较好再过一阵子 因为现在这段大流行的 风到底会冲到多高 那时间冲了多长 我觉得现在都很难很难评估 对 我是李晓菱 全球政经珠宝 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听你知道 咱是跟资金有关的这个市场 都会收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那最后它的决定是2.8 欧洲绝对是恶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政经周到 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 请您支持中天监督的力量 记得把下面这段工商服务影片看完喔 我们在中天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组 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物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